最近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死亡风险率更低。 意大利Volte D'Ono报道,科学家们一直在着面于研究咖啡对人体的影响,每年都有多项研究。 最近一项由美国马里兰州火力癌症研究所和芝加哥新北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开German Internal Medicine上的研究报告显示, 普通人每天最多可以喝八杯咖啡,同时不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结论适用于任何一种咖啡,素溶型,无咖啡因型,阿拉比卡咖啡豆还是其他型, 咖啡喝得多,活得越久,研究人员分析了保存在英国生物银行遗传数据, 肯瑞近五十万人的数据,在为七十年的时间内,他们发现了一种喂尿的倾向, 也及一个人如果咖啡喝得越多,就越有可能活的时间更长。 这一倾向之前从来没被人注意到过,因此,研究人员的出结论, 咖啡可以成为健康饮食中的一部分。 同时,研究人员指出,喝咖啡的人,坏心血管及消化系统疾病几率更低, 并且咖啡对肝脏功能很有益处,每天可喝八杯, 人们甚至都不用担心每天喝了过量的咖啡, 研究指出,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死亡几率比不喝咖啡的人少十至十五。 不过,这个数据的界限是一人一天最多喝八杯。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人员仍指出,作为一项观察性研究, 尚且没有考虑到其他诸如经济状况及社会习惯等因素。 因此,这一数据仍需谨慎对待,尚不能直接证明咖啡可以延长寿命, 但这一数据起研究的咖啡对身体有积极作用。 即使目前还不清楚其原理是什么, 英伦圈推荐,来自圈哥的小伙伴议会, 奥斯伊塔利尔翻译,陈硕,墨州,请祝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